时隔11年,刺绣有名家姚红英终于是再度带着她的作品 前往到浮光园美术馆的纽西兰二馆来进行展出 而展览开幕当天,大咖云集有不少的民众也要来一睹大事风采 一针一线秀出京剧演员生动表情 还有沉沉流水和王玉森林,让人心旷神怡 仅值刺绣让民众忍不住拿起放大镜,一探究竟 鸟儿在枝头休息,鲤鱼在水里悠悠,细腻光影变化 是刺绣名家姚红英作品 相隔11年,再度来到佛光园美术馆纽西兰二馆展出 不少重量级贵宾前来欣赏 衣服很难以为它有多美丽 有些美丽的衣服展示,我真的很惊讶 用盘金绣技法绣出五条龙霸气 充满东方文化魅力展览 吸引不少民众走进佛光园美术馆纽西兰二馆 感受刺绣风华 原位是纽西兰基督城 总和报道